前方一台逸影車 警察怎麼看 怎麼怪 警車一路緊跟 終於看出貓膩 車牌質感怪怪的 直覺有假 立刻上前攔查 遠景蹲在車牌前 仔細檢查 這架勢實在向天戒膽 原來車牌是壓克力塑膠製成 這部逸影車 老早向監理站申請報廢 但考慮性能還算堪用 駕駛繼續違規上路 DIY自製塑膠車牌 違規行駛整整四年 所以自行使用塑膠底板 並附印原車號製作車牌 在懸掛於預影車指定位置 只能行駛道路 報廢車違規上路趴趴走 以為聲不知鬼不覺 恰巧警車載後抓到了 將處罰駕駛 兩萬一千六百元罰款 並吊扣牌照沒入車輛 異想天開懸掛塑膠假車牌 別把警察當塑膠 記者彭志銘 楊生物彭馨 苗栗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政治議題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中市的日子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給他學習 大小事 馬格 202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